這題蠻有想法的 座標平面上有一個直線L通過06-80 那如果以03為圓心 兩單位場為半徑畫圓 那圓C跟L的位置關係為何 好,一定要畫圖,而且要畫得很漂亮 那我們左邊-80,上面是06 然後把直線連起來,這是C 所以如果今天照C點去看 然後半徑是2,其實會沒有叫到,對不對? 可是我們不能用這樣看,因為還是會有誤差 所以怎麼做? 我要先去找,我問你喔 這個C點到AB的最短距離 是不是叫做垂直距離? 對 可以接受 所以我畫了一個垂直過去 那ABC這個叫做租點好了 我來算C租多少 如果C租的長度超過 兩單位 那是不是絕對就交不到? 可以接受這個講法 好,C租的長度如果大於兩單位 那我就知道我的這個小圓 就不可能會勾到我們的AB OK 如果剛好等於2,那是不是就相切 那如果剛好小於2 這個長度是小於2的 那是不是會相割 好,那問題來了 那到底這個X的長度要怎麼算? 好,這個X的長度要怎麼算? AC多長? 好,AC3 而且我知道A珠C 好,我的A珠C跟我的AOB其實會相... 是 可以齁 好,我把A珠C大概畫一下 這是AC 好,它會相似於AOB AOB AB的長度是... 06-80 所以是不是10 所以這是3跟10喔 再來 我的X是不是對準8這一個長度的 可以接受齁 所以,VO叫做8 C租叫做X 所以3比10等於X比上8 內層內外層外 X就等於 8324除以10 好,剛好叫做2.4 所以當我知道這裡2.4的時候 即使有一個 兩公分的圓來這裡 是不是其實還是不會交到他們 目前OK 所以這題就是這樣思考的 所以答案叫做不相交 OK